北京时间11月3日 太阳主场VS马次 三天内两队第二次交手 上一场太阳惨造20分逆转 今天能否复仇 比尔因伤继续缺阵 布克正式复出 杜兰特终于不用单核带队了 太阳本场首发 布克、阿伦、奥科吉、杜兰特、努尔基奇 马次本场首发索汉、瓦塞尔、凯尔登、约翰逊 文班亚马和科林斯 上一场凯尔登和特雷琼斯加击杜兰特 凯尔登抢断绝杀太阳 不少球迷质疑犯规 NBA公布了裁判报告 琼斯和凯尔登居没有犯规 不管如何上一场已经过去了 布克八天没打比赛 还在找状态 开场四分钟 太阳一球未尽 马次轰出一波13比0 杜兰特一看势头不对 继续接管比赛 连得八分 本以为是双巨头作战 结果还是一个人干 三巨头变两巨头 最后变一巨头 KD 我感觉回篮网了 马次进攻端多点开花 防守端注意保护篮下 再加上文班的威慑力 分差很快来到15架 下面这个球有点意思 文班阿玛在杜兰特头上摘下篮板 响应凿被KD切掉 最后错进错出 左手打进 能在KD面前这样抢篮板的 文班是第一个 首节战罢 马次39比20领先太阳19分 你没看错 分差接近20分 文班亚马单节五中三得到7分 布克三投零中得零分 NBA首节之王迷失了 第二节布克投进一球 波波立刻叫暂停 马次连续防守反击 第二节打了4分钟 马次领先27分 布克第二节独得10分 帮助太阳缩小分差 但他跟努尔基奇都身背三次犯规 半场结束前 文班亚马连续两季3分命中 前两节文班亚马14投8中 狂砍20分五篮板两助攻一抢断一盖帽 正负值价21 半场结束 马次75比55领先20分 上半场太阳3分16中8 50%的命中率已经很高了 但是马次全队3分球21投12中 3分命中率高达57.1% 此外 马次篮板赢了太阳4个 助攻更是多了9个 杜兰特7投5中 13分3篮板两失误 马次瓦塞尔10投7中 砍下17分 20分的分差 再加上马次手感火热 留给太阳的时间不多了 一边再战 沃格尔用杜边替代奥科吉 后者上半场二中林没得分 马次官方宣布 瓦塞尔由于左腹骨勾紧张 下半场不再出战 尽管瓦塞尔不打 太阳依然防不住啊 三节打完 马次103比89领先14分 太阳单节追回6分 文班亚马三节砍下28加7加2 得分已经创造NBA生涯新高 第四节出段 文班亚马被换下 马次内进空虚 布克下半场杀疯了 莫杰最后8分40秒 太阳追至仅差8分 瓦塞尔和文班都不打 马次进攻陷入挣扎 莫杰6分4秒 太阳108比111只差3分了 27分超级逆转真要上演 迪奥普成为太阳骑兵 本场七投五中 独得13分 文班亚马站出来了 连续造杀伤帮马次稳住阵脚 分差再次来到5分以上 文班亚马接管了比赛 一记三分加一记中距离 彻底浇灭太阳反扑的气焰 他一个人顶住了杜兰特和布克 全场结束 马次132比121战胜太阳 三天之内双杀太阳 文班亚马26投15中 狂轰38分10篮板 两助攻两茂 真的顶不住啊 生涯前5场比赛 砍下38分10篮板 文班亚马是 NBA历史第一个做到的新秀 最后来看看球员数据 说说你的感受